大家好我是久博 今天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網友會在久博的頻道下影片下 去留言問一些問題 我是分享一些水桃上的知識給大家 久博想說就 用剪影片的方式來去講解跟大家分享 朋友跟朋友之間的一些留言跟資訊 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朋友這是剛剛朋友問的 我的水韻草的 經常常斷掉 那是什麼問題 其實久博也沒有種過水韻草 我有剛剛有查一下 有可能是有小蟲 像我種的普太岩 它也是因為經會有染掉 不知道是什麼根下面才會染上去 它是主要就是因為它土質在適應的時候適應不了 它上面有在生長 可是它的土 就是對於這個水草來講不是不太適應的 所以它根部會往下爛上去 可是自從我換了黑土之後 普太就耗比較多 所以私域土比較不適合普太 因為它畢竟它比較稀肥 可能對它不是很適合 我建議你要是 稍微把它綁在木頭或石頭上固定就好 其實不一定要插在土裡 它也可以長得很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然後這個朋友是問說 我買的是哪一種CO2 它想要買整組 它不要買東買西 然後其實我買的就是鋼瓶小鋪 然後應該去蝦皮上面找鋼瓶小鋪 然後我是買10L 10L的話加雲碑好像是18300 還有附水檢 三點水檢這樣子 然後CO2是灌的 我覺得CP值是還蠻高的 買整組融貨 因為我都是盡量去看什麼地方便宜 我就去哪買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個朋友問說蝦子可以用濾水養殖嗎 其實 戶外的話很多那種養殖廠 他們的蝦子也是都是用濾水去養殖 可是前提就是你必須要打大量的養殖 因為假如你不打氣的話 濾水到晚上的時候 它應該怕必定是早了 晚上它會煮出非常 大量的稀有兔 你的蝦子假如沒有打氣的話 可能會在晚上集體爆餅 或是溫度過高 當溶氧量降低的時候 你的蝦子也有可能在白天大量爆餅 好這個朋友問說 那顆蝦子會墨絲會死嗎 不會 其實它蝦子你只會墨絲 或者是你會菠菜 或者是餵食藥都好 就是 一個空間裡面 它的溶氧量 蝦子的整體數量要多 就是取決於它的溶氧量 跟它的消耗系統的負荷量 當失衡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蝦子去死 去造成死亡 然後他們假如空間不夠 他們互相真死 打架也會死亡 死不死其實就是 你要看那個量 假如你 你不打氣 然後只會漠視 你想要黑格蝦 繁殖大量 它是不可能 因為 不合乎常理嘛 你東西就那麼一點點怎麼可能 你蝦子無緣無故就生出來 所以一定就是你要有它足夠的空間 氧氣 跟 養分它才可以生長 它會自己去達到一個平衡 這位朋友是說 是建議不要用保麗龍 用塑膠比較好 因為我保麗龍是去菜市場撿免錢的 所以我就是先用保麗龍 然後之後假如有 撿到塑膠 然後我是說真的受不了的話 我才會去更換 這個朋友問我說 打氣室加融氧玻璃罩 氣體的換障比例會比較少 一定會啊 你一個鋼子 四萬元鋼子裡面 你一個小角落 去打氣 然後它當然 沖散就只有這個地方會有 氣體去沖散 可是像這個是你裝一個東西在這裡 對於陽光 光燒的話在這個區塊 會比較沒有 底下會比較沒有晃的那個區塊 你可以把它 放在你造極的石頭 或什麼 你的鎮上房 這樣就比較不會影響你一下的水準 這位朋友問我說 我鋼子裡的石頭是什麼 我鋼子裡那些都是雲霧屎 其實雲霧屎 青龍屎 還有黑騎屎 他們三個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在於說他們裡面的 碳森蓋的比例 還有他們的紋路的形狀 還有這三個名稱的不一樣 然後雲霧屎跟黑騎屎 其實他們各有所好 可是就是在於說雲霧屎它的碳酸蓋比例比較高 比較容易去影響水質 所以一般建議都會用青銅子或是黑騎屎 可是他們還是會適合住碳酸蓋 所以就是因人而異啦 用什麼底土做底彩 有國家就只有 雲霧屎跟黑騎屎 所以我就有些是純雲霧屎有些是黑騎屎 有些是混的這樣子 沒有特點 啊可是現在目前鋼子就是三樓的鋼子全部都是黑騎屎 這位朋友在我的那個 問我說綠水裡面的水澡會自然生澡 不可能 水澡的話 他在田裡面是他會有包糾軟 就是他會 在他不適合生存的時候他會下蛋 然後那個蛋會放在 在盛放在乾燥的環境下 所以很久 所以他當遇到水的時候他就會在浮化的時候 所以每年的 灌溉農田的時候都會有水澡在田裡面 除非就是 有人放農藥 水澡就會消失 那假如是一般你的水裡綠水是不可能會有水澡 除非就是你有放蛋 就是有水澡走在裡面 他才有可能繁食繁衍這樣子 絲葉梨藻跟黃花梨藻有關係嗎 其實他們都是梨藻科 然後黃花梨藻是目前就是台灣來講 已經快要消失了 這是 算是瀕臨絕種的一種植物 假如有幸運的沒有養到的話 還可以繁殖他 畢竟他也是快要滅種 可是他的 他的花 根基因會比 絲葉梨藻還大一點 隨著體積的小溫度不會超高嗎 喔其實不會喔 因為那個整體有23個 26個保麗龍 再加上一個大桶 然後是用沉水馬達搭上去 所以他接觸的空氣的面積是非常大 然後加上上面有黑網 然後空氣是流通 其實水降溫的速度非常快 只是說他蒸發速度也很快 所以九伯朝來做一個 那個 補水器 不然他水消耗的速度其實是很可怕的 喔這個朋友也問我那個繁殖的問題 當溫度中午過後還是會創造31度 喔因為 剛剛有講過嘛 我上面有黑網 然後水大體積的流動 所以溫度一定會比較低 好這個朋友問我說可以開一個藻類教學嗎 為什麼有些藻不要做噩夢 水草也有些失藻 是不知道他 要還是比黑荷蝦吃不吃 其實像是 褐藻失藻 然後是伐藻 黑荷蝦都會去吃 只要他們有其他的食物來源 像是飼料 你給他吃飼料他當然都不吃這些藻類 跟冷一樣嘛 人都喜歡吃好吃的東西 這樣你只吃白飯配夜買 你吃一下 當然不會嘛 可是當你沒食物吃的時候 你連樹皮都會覺得好吃 然後為什麼叫做惡夢 因為 絲葉離藻這個你只要一小根 你不用把他撈起來 他就會再繁殖 就是你必須他會是 出軟前要出現在你的鋼紙 所以假如你的鋼紙 事業裡造油 就是人輕快一點 照三餐 看到就加加加加加 裝有一天會被你加完 你做的朋友問我說 黑荷蝦 還有火焰變色的種 會吃窩蟲 也會吃白線蟲 這種蟲不會吃蟲 火焰變色蟲這種蟲 很小的 大概1.5公分左右 最大 所以你只要去記的就是 魚一定會吃蝦子 不管它是什麼 可是 它不會去撕比它大隻的手 我們黑荷蝦最大也有到1公分 1.多公分就一樣 所以它們兩個體態其實是很近的 但是 雖然說它沒辦法去咬成 成年的黑荷蝦 但是它會吃幼翔 吃窩蟲表示它就是肉食性 我一變種是肉食性 它只吃活兒 所以它不吃飼料 跟鬥魚一樣 很難懸浮 所以你買了火焰變色蟲回家 只是要吃蝦蟲跟白線蟲的話 其實 你之後吃完了的話 它就會餓死 只是你還是必須餵紅蟲 這種活兒或是水長 所以 買不買就看個人 阿我的話是不會買的 因為白線蟲只要是小魚都會吃 不一定要限制火焰變色 然後這個朋友問我說哪邊用水草可以野產 想要用墨絲來複製我們的鋼子 太陽從東邊起來西邊降落 所以我們 東場這種 墨絲類是存活在 比較沒有太陽的 所以你要往南面找 這是 在南面的那種河流 會比較容易出現墨絲這種種地 假如你在東邊或是西邊 南早上跟下午都會下太 這種墨絲類比較難生長 所以你們建議的話就是找南面 南向 南向的溪流 或是 古老的房子旁邊 應該都會有墨絲 可是它水上葉的話就是 台形的那種東西 海的話變成水中 因為它會不會看到的墨絲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請問 九伯 配合一下體內的蝦汁要如何處理 沒辦法處理 也不是說沒辦法處理 因為蝦汁這種東西只要遇到鹽水它就掛掉了 一秒兩秒就掛掉了 它就是脫穎 但是我們買回來的黑客蝦 你就是要全部都泡過鹽水 蝦汁就會死掉 可是對於黑客蝦來講 減薪的話也是有傷害 所以 怎麼講 就是你買黑客蝦的時候 我會建議 就放在一個透明的盒子裡面去 然後去觀察 觀察個一天左右 然後看看裡面有沒有蝦汁 有蝦汁沒有蝦汁看起來很容易看得出來 假如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 把一些像是 熬蝦或者是蜻蜓的幼蟲 把它挑起來之後再放黑個蝦 那個水不要放下去 水塾管的水不要放下去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 寄生桶或什麼 然後你看不出來 比較不好 建議你用撈起來 那個空隙大一點我們把它撈起來 然後稍微沖一下 沖魚缸裡面的水 再放下去 會比較安全 他講你鋼子裡面的蝦汁有蝦汁的話 如果是黑殼蝦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 附近天子了吧 因為你不可能把整缸的黑殼蝦撈起來 你也不可能把整缸 丟鹽巴水下去 然後他被 撿細的去撒蝦汁 這樣你的 蝦汁會先掛掉 然後隨便霧板 然後整缸就換掉 我覺得 沒必要 以上就是九博 第一次嘗試 去 用影片的方式 去 各位網友的疑問跟問答 然後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多做這種系列 所以也要請各位 踴躍的在下面留言 那我就可以 再繼續分享這種影片 然後有機會 我會開個直播 大家交流一下水潮的資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記得訂閱我 掰掰 掰掰